大家好,今天我们主要使用Photoshop的适量图形工具制作一些单线Icon 好,首先我们打开Photoshop 那么我们之前在功能点介绍和讲解中 我们详细介绍了适量图形还有钢笔工具 还有那个路径选择工具,直接选择工具 其中的一些算法和使用 然后今天我们具体到一个模块来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使用钢笔工具,适量图形等这一系列的适量图形工具 来制作我们常见的 或者说我们现在移动端设备常见的一个小的图标 比如说一些Manual,Setting 或者说音乐软件里边的一个播放,暂停 就是我们希望通过一些小的图形的制作 然后慢慢的衍生到整体的后续我们要详细讲解的一个界面 还有大的一些图标Icon设计 好,首先我们像之前一样 我们新建好一个我们的画布 建好之后呢 我们先制作一个Setting页面 就是我们所谓的设置页面 就是现在比较常用的是一个 类似于小齿轮一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我给大家先画一下 大家心里能有一个概念 其实在日常你们工作或者学习之中呢 或者练习做一些图标还有界面呢 Icon的时候 其实我是希望你们可以大量的进行一些 搜集啊 或者说要画一些草图 因为草图的存在会很利于你对整体样式调整和一些优化的一个进度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会让你节省极大的空间和时间的 好,我们首先给大家画一下大概的一个样子 那么做一个设置页面 选择画笔工具 大概画一下设置图标的一个形状 可能手绘的时候大家会觉得 哎呀,画的真是七扭八歪的 但是这个没有问题啊 大家只是方便于大家去记住这个东西什么样子 当你绘制拿摄像图形绘制完之后 你会发现整体的设计是很方正或者说很精细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样子 画完之后我可能就取消掉了 然后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么首先呢 因为我要画单线 可能方便大家查看 我把我的背景填充一个相对于色彩感强的一个蓝色 好 然后我在上面做一个刚才做的那个图标 那么首先大家会发现做一个设置按钮 那么基础的形状其实是一个圆形 那么之前我们也讲过一个基础的一个圆形 或者说一个正圆 我们是按住shave键 然后拖在我们的形状 图标形就可以了 得到了 好 这里面我们发现做完之后 为什么没有颜色的显示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颜色和我们背景的颜色是一致的 因为我们前几层之前我们设置成一致的颜色 那么这里边如果说你想对这个适量的形状进行编辑的话 只要双击 然后点击到颜色失取器里 失取你相应想要的颜色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做出一个圆 那么我们绘制想做的setting 那个小阀值其实是上下有相应的齿点的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那么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个功能点 需要大家稍微记一下 选择我的圆角矩形工具 然后将我的半径先调制为8到10之间 因为我们后期可以进行一个设置 所以说这里边大了或者小了 其实大家不用太在意 然后因为我们在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图标的时候 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把它做在一个图层之内的 那么这个其实很方便于我们日后进行一个 比如说给开发人员切图啊 或者说我们查找的时候极其方便啊 好 首先我们建一个 还有一点就是说 在这里边你不管是做任何平台东西 那么我这里面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技巧 就是或者要求也好 那么就是你在做的任何形状 一定要保证是偶数的 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56和高度是320 那么这个是成立的 如果说你做成321或者是323等基数情况存在的话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当你做一个 大家看一下 当你做一个100乘100的一个方体的时候 当你做一个100乘100的一个正方形的时候 如果里面还有一个正方形 是4乘5 我们可以稍微大一点 让大家看清楚 如果里边有个形式 41乘以40 换一个颜色 选择移动工具 这里边有快捷键 就是A键 如果我这两个图形进行 水平锯中和垂直锯中设置 你会发现从印象中感觉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出入 但是当你放大之后进行像素点宽度的测试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选取工具 然后从上至下 滑选一下 你发现这是30 这个高度是30像素 这个高度是30像素 因为它的 有一个边是偶数边 所以说它达到的统一 那么 它的横向的 一个是16 刚才说错了 一个是29 一个是30 大家仔细看一下 它的宽度是30和29 那么中间其实有一像素的差 那么可能你觉得 这个点差异像素可能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 在移动互联网 如此小的屏幕之内 如果说都是差异像素 你差异像素可能不太干扰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多个元素都是相差不能垂直居中的时候 整个页面或许就会给用户产生侧疑或者说有倾向的一个移动的感觉 那么这个页面其实给用户的视觉感觉是不稳定的 那么所以说在制作的细节 那么所以说在制作的细节就一定要注意 圆形还是任何形状 假设你里面的一些位图元素 一定要保证是偶数的 好 这相当于是一个细节上的一个提醒 选择这两个图形 现在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随直和水平居中的设置 好 回撤 现在看来说 整体样式还可以 我们做下一个操作 这里面有一个快捷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 像我们在做一些指针呢 或者其他形状 如果有旋转点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很快速的做出这个形状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做呢 我们选择我们做好的这个图形 然后按住command alt加t 将角度设置为45度 同时一定要记住要点击两次回车 撤回成瞄点选中中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增加一个快捷就是 control alt shift 如果是mac系统就是command键 加t进行一个旋转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以中心为轴的一个旋转体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很多一些 像类似于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些图标就可以这么做了 其实相对来说是很方便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这两个图层分别在两个体积内 那么我的建议是说像这种简单图标最好是在同一图层内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其实你做到外面不用担心 选择你所要 添加的这些图层 按住shift键进行加选 好 command加c复制 点掉 你那个 可以直接删除 删除你的圆角 举行这个图案 然后回到这个图形之中 回到你的圆形图层之中 command加v 他自动就将我们整合到一起了 自动将我们整合到一起了 那么一个圆 这个 设置图标 其实它的内部我们现在要做成 不是做成一个扁平化的图标 而且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些 单线图标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上面有这个设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把填充关闭 然后把描边调成白色 点击 它的尺寸比较大 我们可以先调成2 回车 然后再将我们这图层 command加t 调出我们的缩放工具 然后按住shift键 和out键 进行居中等笔缩放 缩放的大小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是偶数 这个可能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么现在在这里边 只不过是给大家做演示 如果说大家日常在做 界面的时候 因为尺寸都是有要求的 所以说大家最好在规定尺寸里边做 因为这样可以保证你每个图标都是一致的 这个时候大家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图标当速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它的像素点 产生了一个变化 我们调节一下 两像素差不多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得到这一个图形 那么其实我们内部还是有一个 圆形的一个另一个角度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点击我们这个圆 点击我们这个圆 按住out键 向上复制一层 将其余边 举行边全部删除掉 选择我们这个边 command加t shift加out键 注意缩放的时候 要控制在 偶数 这样我们就简单的 而且快速的做出了一个 setting页面 那么有些同学可以说 老师为什么你说 尽量在一个图形内容 你又做出了一个这样图形呢 其实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如果说我把这个图形 再做到这个圆里的话 他们属于同级 同级的话 就会使我这边的描边 做不出来 看这是大家同样的做法 只不过在同一图层内 就是这个描边 其实被他的描边遮盖掉了 所以说看不到啊 那么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把它作为两个图层 那么作为两个图层之后呢 同样的就是说 在做这些图标 或者说到日后做界面 没有一最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那么除了偶速背的要求之外呢 就是要命名你的背景 你的齿轮 还有你的内缘 都是要标注好的 然后同时要把同级别的图标 同一类型图标内的元素呢 Command加Z进行一个编组 然后把它命名为 设置页面 设置iPhone 这样我们就简单的得出了一个 小的一个很精致的一个图标 这个时候大家会看一下 其实蛮精致的 很多其他情况都可以这样做 那么这个拿摄像图形的描边 做图标的一个优势什么东西呢 它可以保证我们的描边大小是一致的 不需要我们一个锚点一个锚点的去进行调节 但是呢 这里边有个问题什么东西 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可能我现在做的是 80乘80大小 当我搜到50乘50大小的时候 我的描边依然是两像素 两点 那么其实你在缩小 比如说我从80到40的时候 其实随着我的图标面积的变小 那么我的描边其实要同比的进行一个变化 那么它这里边唯一的规定 就是说它这里边的描边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所以当你们做缩小图标情况下的时候 如果你的缩小图标是单线图标 是用描边来制作的话 那么一定要注意说 描边当缩小或放大的时候 要把它的点数进行适当的放大或者缩小 那么这样得出来的东西才能是更精致的 就让用户看起来更舒服更美观 感谢观看